刘备在天使轮的时候 中山商人张世平和苏双 拿来了两码五十匹 经营五百两 冰铁一千斤 进行了天使轮的融资 A轮的时候 就是徐州的富商弥竹带领着刘备 接受了徐州淘迁的馈赠 投资内容是不动产徐州 再加上资财上亿 其实淘迁确实不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我把徐州让给你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陶迁的性格非常刚直 而且有大志 他曾经活和黄蒲松对抗过枪族的首领 而且后来又跟张温 含碎讨伐过另外一个梁州的军阀的叫边张 在188年黄金起义的时候 陶迁被任命为徐州刺史 击破徐州的黄金军 又囤田恢复生产 能和枪族作战 还能够剿灭黄金叛乱 陶迁既勇敢 性格也并非是罗冠中先生 所在三国演义当中描述的那么软弱 按照汉朝选举官员的制度 一步步自己能熬到中央 然后又再到地方 能获得中央的信任 在纷乱的三国时期 确实是有突出常人的政治天赋 这种政治天赋 表现在比如18路诸侯陶董卓的时候 陶迁就没出兵 徐州其实离洛阳很近 但是他为什么没出兵呢 第一 董卓虽然专权 但毕竟代表了朝廷 18路诸侯其实各自有自己的小算盘 又胜负难料 陶迁保持中立 反而表达了他老谋深算 而且陶迁保持中立 就代表他有突出常人的政治天赋 徐州的地理位置特别特殊 属于东西南北调兵 就必须得通过的中枢地带 各路诸侯都把徐州当作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徐州又是平原地带 没什么天然屏障 轻率地在政治上站队 肯定是会把陶迁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的 可惜还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平稳的徐州他的命运 就是曹操的父亲曹松一家在徐州地界被杀了 当时历史上这也算是一个悬案 基本上有这么一个版本 陶迁的不将张凯 这个人本来就是山贼出身 建材起义就杀了曹松全家 这个是陶迁背了黑锅 因为我认为陶迁根本没那个胆量杀曹松一家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 是导演这一出大戏的就是陶迁 因为陶迁所在的徐州 是曹操和袁绍两大势力都必须争夺的一个战略要低 这两大势力还不可避免的必须有正义战 面对如此大的威胁 陶迁怎么自保呢 他主动出击牵制曹操 他消灭不了曹操 就干掉了曹操他怕曹松 这样的话曹操必然会进攻徐州 如果曹操进攻了徐州 这样曹操就没有一个正义讨伐的理由 诸侯们就明白了 你看曹操何等残暴 今天如果徐州沦陷了 下一个肯定就是我 所以这样曹操的根基就不稳定了 曹操一旦大举进攻 必然老家空虚 一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 抄曹操的大本营 如果抄成功了呢 这个计划就成功了 其实最有可能抄曹操后路的是谁呢 就是吕布 也确实是曹操在打陶迁的时候 吕布不就出兵了吗 这是陶迁导演的第一出大戏 当然陶迁还导演过第二出大戏 第二出大戏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陶公租三让徐州 让给刘备三让徐州怎么来的呢 第一次就是曹操在攻打徐州的初期 一方面陶迁且战且退拉长战线 就是我们说的等待吕布出手 等待吕布得手 这时候陶迁还请来了青州刺史填砍 北海太守恐龙 平原向国刘备三路援军 三路援军到了徐州之后 首先产生了一让徐州 陶迁写表文奏请朝廷 这里面补充一句 陶迁的老家是安徽人 我觉得安徽人其实属于在全国来讲 也是比较聪明的省份 陶迁怎么可能那么精明 就轻易地把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徐州 让给一个素位某面低汉室宗亲呢 这个是想不通 陶迁在做什么 试探刘备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陶迁是觉得你们撒世来的援军 万一你们撒一和气 把我这徐州夺了怎么办 不如直接让一下 看看你们露出什么样的马脚 在三国演义里展示出来的刘备 还是比陶迁技高一筹 识破了陶迁的诡计 很快又来了第二次机会 这时曹操打到徐州城下了 战事非常危机 这个时候打进来 曹操是要屠城的 刘备又没有太多兵马 当然刘备肯定不想 为这么一个老奸巨华的陶迁 跟曹操拼光了自己的家底 他一共带了三千人 所以刘备就讲了 我要大意凛然地给曹操写封信 试图劝退曹操 这个显然不在陶迁的计划里面 刘备在当时和曹操才有多少交情 你想反抗董卓的时候 俩人见过面有点交情 那个是曹操对刘备有恩情 不是刘备对曹操有恩情 你写信让曹操退兵 曹操哪肯干 刘备就想我写封信 退不退兵是你的事 但是结果 曹操还真就退兵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吕布已经把他那个大本营快抄完了 再不回兵 大本营就没了 所以退兵之后 陶迁在九席当中 宴请援军 就第二次让了徐州 陶迁就说 我的二子不才 两个儿子也不能堪国家的重任 刘备你是得以双心 我想把徐州让给你 后面属于我个人猜测 陶迁在让徐州的时候 在九席当中 九席之外 会不会已经服下很多刀复手呢 以防刘备 田凯 恐龙联手夺徐州 这时候刀复手把刘备剁成肉酱 这个我们不敢想象 刘备也得想 你让徐州 你儿子到那程度了吗 这么不成才 理由不够充分 第二你就是真诚地让 一共三路援军 除了我刘备以外 田凯啊 恐龙啊 他们资历都比我老啊 怎么就非得让给我呢 所以故事 我们讲的就是三国演艺 故事里面的一号人物 刘备 总有一个第六感的保佑吧 真的就没有接受 陶迁让出的徐州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呢 就是曹操实力确实壮大了 全力打徐州的时候 陶迁知道没戏了 这次真防不住了 避免徐州吐城 保全自家老小 刘备和曹操还算有点交情 而且通过两次让徐州 两次试探 说明此人志向还很大 不是仅仅一个徐州 所以刘备不是一个凡人 未来也许还真能跟曹操拼一下 能给自己报仇写恨 所以产生了第三次让徐州的大戏 陶迁临终之前就把自己的谋臣弥足 陈登等人就叫来了 把徐州让给刘备 其实还有一种理论 就是赵云在七进七出时 不仅救了刘备夫人和阿豆 还有弥夫人和甘夫人 弥夫人其实就是弥竹的妹妹 弥竹一方面是陶迁的手下 她还是在徐州经营了多年的一个大的士族 那时候一个大的家族 在整个地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而且自己养兵 陶迁其实是个金官派过来的 所以有人就讲 也不是陶迁就想让徐州 是陶迁死了以后 由士族接管了徐州 并把这个徐州让给了刘备 也就是说陶迁没有直接让给刘备 这里有弥竹的事 为什么弥竹后来这么牛呢 说心里话 他是A轮投资者 即便是诸葛亮加入了 他也不过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跟最初的股东是没法比的 从地位上来讲 弥竹 弥方比诸葛亮的地位在刘备心中却是高多了 通过三让徐州的波折大戏 陶迁终于结束了自己在三国演义当中的演出 总结他一声 一句话没那么简单 就像我们黄小虎的歌词是一样的 那另外一句话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曹操打下徐州以后 进行了屠城 无意当中就得罪了诸葛亮 把诸葛亮全家都杀了 造成诸葛亮出山以后 不可能加盟曹操 这个可能性就排除了 所以如果没有曹操进攻徐州这样的屠城事件 也许诸葛亮还有可能加入曹操集团呢 所以我们细细的品味曹操倒是报了仇了 但是又结下了新仇 这叫渊渊相报何时了 历史的巧合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组成的 所以有时候历史真的是比故事还要有意思